久经开始上头的崔青叔怒气功心,猛然想起此前王芷若倒是说过此人,据说欠了钱不但不还,甚至还时常殴打他。 如此这般的反常让崔青叔怀疑两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,于是随口问了句,殊不知王芷若并不避讳,一口就承认了二人的瑜伽队友关系。 其实王芷若与张无忌这层关系还得追溯到2011年,当时在王芷若的撮合下,张无忌和他因为太胖不好嫁的外甥女结了个婚。 但是张无忌家里穷啊,连结婚酒席都办不起,还是王芷若借钱才把婚礼办了。 而王芷若丈夫常年在国外打工,自己也在服装厂上办,所以家庭条件很好。 这条件一好,王芷若就打尽链子小金表,一天酒顿小烧烤。 这家朴素的农村显得极为耀眼,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,顺便也把外甥女婿张无忌的魂也给勾走了。 孤独寂寞久了的王芷若,对于张无忌炽烈的眼光自然也有回应,摩托车买几,吃穿用供气。 于是在郎友情切有义的氛围中,二人就顺利成章突破道德,更是当着张无忌老婆的面练起了瑜伽。 此事张家人自然也是心知肚明。 2013年,不知是张无忌根本就没播过种,还是王芷若外甥女实在受不了,张无忌与老婆离了婚。 这下张无忌家人认为,两家没了亲戚关系,应该不会再有来往了。 然而他们明显想多了,没了妻子横跟在中间,张无忌和王芷若的联系反倒更频繁起来,简直是来日方长,日夜不休。 张无忌甚至是搬到了王芷若家里。 不过,随着二人交往越来越深,张无忌暴躁的性格也逐渐的暴露出来,每次喝完马尿就要跟王芷若切磋无意。 这让王芷若苦不堪言,对张无忌的感情自然就冷了下来,甚至因此报过好几次警。 12年或者13年的时候,有两次这个王芷报警,说是有人去他家,爬他的墙,或者说是打他的门。 此时王芷若开始想要摆脱张无忌,可张无忌就像个高药猴一样贴上了王芷若,甩都甩不掉。 最主要的是,张无忌还欠着王芷若23万8千,他担心分手后这仗是更加难以追讨,所以二人仍旧保持着深度关系。 直到两个多月前,36岁的屠夫崔青叔出现了,崔青叔和王芷若同为一个村的村民。 崔青叔同样也是有家有事,在村里一直口碑不错。 当时崔青叔正想出国打工,于是找到有经验的王芷若让他帮忙。 为了表达感谢,崔青叔阔气出手送给了王芷若一个24K纯金戒指,这寓意丰富的礼物,让王芷若感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爱恋。 不过,在这份感情刚开始的时候,崔青叔还是保持了一点理智,不止一次表达过要分开的想法。 然而王芷若得知后,先是拿起自己的头往树上框框撞,接着又买来老鼠要炖汤喝,以此表达自己对崔青叔那份比真金还真的爱。 这可把崔青叔给心疼坏了,只好又屁颠屁颠地回到了王芷若身边。 随后,王芷若便将张无忌的事告诉了崔青叔,当然,引去了瑜伽之友这一层。 崔青叔一听这还了得,立马提出说我帮他给了,可是王芷若显然不愿让真心人替别人还债。 时间一晃,来到案发当天,喝了马尿的崔青叔,听到张无忌这小贼又来找王芷若干坏事,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,决定给他一点点教训。 然而,还没等崔青叔的教训到位,平日里唯我独宗惯了的张无忌却先发致人,掏出一把四十米大刀捅向崔青叔。 崔青叔作为村里知名的屠夫,手上功夫极为了得,一个侧身便躲掉了所有伤害,并将张无忌的大刀顺手就给卸掉,反手又朝着张无忌胸口就狠狠躲了下去。 看着贪战到底的张无忌,崔青叔又冷静地施展出苦练几十年的刨钉解诸大法,不出两分钟便将张无忌分解成了几十块。 至此,张无忌彻底消失,崔青叔对于此事的发生也表示十分后悔,认为只要不认识王芷若,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。 但显然他此时再怎么后悔,也无济于事,等待他的只能是一粒会飞的黄铜花生米。